第一位我們就找陳柏毅這位藝術家來講 他的城市經驗或說跟穿孔城市有點關係的一些故事 大家好,我是陳柏毅,然後我來自台南 我們在應該是在2016年的時候 台南有一群藝術家跟藝術空間發起了一個藝術行動 就是在處理台南的中國城的這個採遷 那我也是那一個事件才第一次比較深度的去了解 台灣在整個台灣的那個社會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 到底在整個城市裡面的這個塑商混合空間 它是怎麼樣子誕生的 那這一次很幸運可以受到老師的邀請 然後來處理滑江整宅這樣子的一個題目 讓我再更深度的去了解就是整個 這個台北市它在整個戰後 它很快速的變成了一個台灣最大的一個都市 那這個時間剛好也恰巧碰到在歷史上面 台灣從一個農業社會轉變成一個工商社會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是有一波非常強烈的一個都市化 那在這個都市化的過程當中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在那個年代可能都還沒有出生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能現在我比較接近的年輕人會去找這些老房子 可能是基於這個老房子它有一些美感 然後它有一些特殊性 然後會想有一點像巡遊暗訪的方式去理解一些現在遺留下來的老建築 那我有一點心態是抱著這個角度在看 可是又有另外一個方式結合我本身的背景 就是水利工程的背景 然後我在看滑江整宅的時候就有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就先從1945年的這一張空拍圖來看 就是滑江整宅它的位置剛好在整個環河南路圍界的地方 它幾乎以溪的地方其實全部都是農田 就是在那個滑江整宅還沒誕生出來之前 它其實在整宅的下面有一塊黃黃的 那是台灣製塘工廠 所以它那個地方是一個工廠工業區 可是很快的經過了快15年20年的時間 這整個區域工廠慢慢的就退掉 住宅開始出現 因為這個台北開始湧進來大量的人口 它需要住 所以就也在那個時間點 台北就是大量的這個布登公寓產生 所以我們再看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到1967年的時候 滑江整宅還沒蓋起來 可是沿著環河南路以溪的地方 拉起了一個堤房叫做雙圓堤房 可是雙圓堤房以東的那一個半圓弧形的區域 我們看到很多建築出現了 那個建築出現裡面就是有工廠 有住宅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呢 它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在1959年的時候發生八氣水災 所以前台灣都淹水 所以之後就台北市因為人口越來越多 每年都重複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台北只要是中秋夜 就是做大水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台北常常淹水 所以開始那時候的國民政府 就結合美軍顧問團的工兵團 想辦法要來解決大台北的淹水 那工兵團的一開始的建議是 台北不要作為那個首都 應該要往南千 因為這個整個台北盆地 你再怎麼樣子做 它永遠會淹水 可是那時候的蔣中正就覺得 他一定要首都要定在這裡 所以就用了一個非常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我們現在沿著這個環塊道路 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高聳的堤防 一堵牆其實它就是一個堤防 那這個是之後我們運用了一些方法 好 再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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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 這是民國 民國48年 也就是1959年八氣水災那一年 台北有一個叫碧利颱風 它整個紅色的區域全部都是淹水 那基本上呢 整個大台北市 它真正的 它真正的角色就是 它其實就是要提供給淡水河 它活動的區域 只是今天我們都把它限縮了 所以也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再退回前面一張 對 到了1974年的時候 它堤防組起來了 這整個台北市現在的這個規模 我就奠定了下來 然後滑江整宅就蓋起來 然後這個是空間上 我在看這整個整宅 它所坐落的這個角色 因為我去滑江整宅拍照的時候 那邊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藝術空間 叫做台北水窗口 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 那個空間會群 叫台北水窗口 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當地的文史工作室的人 他在描述是說 在這個整宅 在日治時期 就在這個位置 它其實是往西邊看過去 直接看到新電溪 直接看到整個洪幻平原 然後也直接在那個地方 有整個台北在清代的時候 最早的一個渡船口 所以它是一個 跟水很接近的一個區域 所以它叫台北水窗口 所以我就趕快去找 過去的這個空拍圖 來對照 然後就發現了說 原來滑江整宅的位置 它跟水是這麼有關係 後來我在看這個滑江整宅 它在1970年在蓋的時候 它又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角色 就是我在大概半年前 在幫忙李俊賢老師的師母 在整理老師的作品 老師在1976年的時候 從師達畢業的時候 他有一個畢業的這個作品 是畫戲子的一個磚窯廠 然後我們為了考察那個磚窯廠的所在 也是去搜尋了這個 好 也是去搜尋了這個 整個淡水河沿岸的這個磚窯廠 發現 那時候啊 從無論是基隆河 心電溪 大汗溪的沿岸 幾乎遍佈著磚窯廠 而這些磚窯廠就是老師 提到的台北布登公寓 在產生的那個過程當中 提供出來的這個建材 那當然這些建材 也是被包裹在這個建築物裡面 可是當我在做滑江整宅 在拍攝的時候 我發現滑江整宅 有一個很迷人的地方 就是它的磚 跟別的布登公寓的磚 非常的不同 然後 我突然間勾起一個經驗 就是我在做 我們台南那一群藝術家 在做中國城的時候 中國城的所有的建材 它跟那時候的台南的這個建材 所使用的這個磚磚 都是不同的 因為那時候只要是 大面積開花的這種 集合式的這種大的這種 住宅或者是住商混合的這個大樓 它所有的建材 為了標榜它的特殊性 它都是獨立鑄造生產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事實上去滑江整宅 如果大家有去看 除了它的動線的空間 非常的有趣的話 應該仔細的去看它的那些建材 非常的有趣 應該可以去連結到 可能在那個時代 有一些建築它的這些建材 是用相同的 好 那我 這個怎麼操作 往下嗎 好 那這個是我引用了 東海大學的一個 一個碩士 陳宇群它的這個論文 它有整理這個滑江整宅的 這個動線的一個特性 那它最有趣的是那個廊道系統 它廊道系統你可以在 例如這兩天台北下大雨的時候 你可以從這裡串到另外一棟 的任何一戶 可以不必被 可以不需要被雨淋到 因為它所有的廊道系統 都是可以透過樓梯跟廊道整個串接起來 而且它的那個 廊道系統 它的廊道系統 從一樓到二樓到三樓的這個樓梯 設計者 設計建築師 有保留了它的這個空間特性 從公共進入到比較私密的這個狀態 樓梯從大的變成小的 所以當我在二樓看著通往三樓的樓梯 它雖然沒有上門 可是我一直很猶豫 我到底要不要上去 就覺得你好像上去 就進入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對 就是 就 我是一個胖子 基本上就只能容我一個人 對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它的寬度 對 所以它很有趣的是它的廊道系統 跟它 到了頂樓去之後 它有一個特殊的開放空間 對 這就是華江整載 它非常特別特別的設計 那我覺得台北是一個台灣最偉大的城市 所以它應該在這個城市的發展過程當中 不只保留人的故事 也應該保留建築物的故事 那尤其是屬於這些長民生活的居住的空間 像華江整載就是非常適合被保留下來的一個代表 那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適合被保留下來的代表 就是我在我的那個文件區裡面有提到的 就是民生社區 它也是一個代表 可是這幾年民生社區都在做都更 所以留下來的案例越來越少 因為民生社區是台灣首度運用美國的 這個所謂的林理單元的這個概念去蓋的 它整個社區裡面配置的有 有遊局、運動場、有醫院等等游泳室 所以你在社區裡面可以擁有所有的機能 可是隨著這個建築的老化、都更 而見證台灣這第一代公宅的這一些建築一個一個的消失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可惜 然後我的創作事實上是援引在這次華江整載的其中一位建築師 陳其歡老師 他有一個作品叫《陰陽》 這個作品是被北美觀點長 那它事實上是用所謂捲軸的方式去處理整個中國庭園的這個空間 然後透過虛實之間的轉化 那我去援引他這個作品的概念 用在這一次的華江整載 因為我覺得華江整載它的空間的這個穿透性 非常非常的特殊 所以我運用光影去產生虛實 然後 對 光影去產生虛實 然後從外部的空間穿透到內部 從公共的空間穿透到私密 然後去完成這一次的創作 那我將來如果還有機會 能夠更深入的進入這個社區 能夠進到人家的家裡面 我就能夠再進行下一個階段的穿越 就是穿孔 從建築物的裡面 生活的這個空間 穿出來 那在這裡最後我補充說明一件事 就是台灣在70年代或60年代的一些 現代主義建築的設計 而我們都是用了這個西方的經驗 可是西方的經驗來到台灣之後 它就出現了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現代主義建築它會將私人空間 跟公共空間區分得非常明顯 我們不大會把私人的物品放到公共空間 可是台灣人的生活空間是 你會把私人的盆栽 你會把私人的某些工具放到公共空間去 這個我們可能在台灣是習以為常 可是當我們到國外去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國外不是這個樣子 這真的是一個雖然是一個現代主義的建築設計 可是在地化之後的結果 那在華江整宅有非常非常多的私人物品 它其實是被放到所謂的社區空間裡面去 而且是理所當然的使用 我覺得這裡面多了人的味道 謝謝 謝謝